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人 一切死 一切无 控制那个念头 每一个人都想控制别人 控制这个死 控制无 这是错误观念 第二个 要放弃对一切人 一切死 一切无 占有的这种心理跟修理 你把这两个能做到了 我相信你学佛就有了本钱 你想得一心就有可能了 如果你念念当中还想控制别人 控制死无 占有别人 占有死无 你这个一心不乱 别说是七天 七辈子 七万辈子 你也得不到 这是我跟你讲老实话 凡是念佛功夫得利的 所谓是身心世界一切方向 控制占有的念头 没有了 他才能入境界 凡夫六根借出六成境界 言见色 耳闻神 鼻袖香 舌肠胃 静静 顺自己一丝地就起贪心了 就想控制 想占有 想支配 控制 占有 支配 是造业 业就造业了 业就造成了障碍 所以叫业障碍 必须要 舍弃 自私自利 放弃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无 控制那个妄想 妄逆 对一切人事无 占有的妄逆 这两个妄逆 控制 占有 是一切众生 余生居来的烦恼 那不是学的 为什么会有呢 无世界以来的稀奇 如果这个稀奇要让它增长 你造的罪业就极重极大 必然造出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出来 以为损人可以利己 实际上损人决定害自己 害你堕落三处 害你堕落地狱 可是这种烦恼吸气 不容易断了 它的根太深了 齐心动力 它就冒出来 就想管别人的事情 就想控制别人 希望一切人都听自己 这个念头是六道轮回的根 也可以说是三途地狱的根 佛教我们要把这个根拔掉啊 我们说 必须把对人 对四 对五控制的念头要断掉 把对人 对四 对五占有的念头要断掉 念头都不能有 哪里还会有行为 这叫断烦恼 从这里断了 你还有控制人事物的念头 还想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 你是轮回心造轮回业 读经 听详 你也不开支 为什么 障碍 堵塞 一定要断烦恼 一定要把对人死无控制占有的念头 明根巴掌 我们才能得佛法真实利益 就是因为你有占有的念头 你有控制的念头 所以你什么都不同了 祝佛如来来教你 你也没有办法把你教通 我说 你有障碍 障碍 明显地跟你说 你有自私真 你有明文力 你有贪图五月六成 你有贪诚之门 这全部障碍 这些障碍的根 就是那个控制占有的念头 那是根 会修的人从根上拔 根拔掉之后 这种冲通的没有障碍了 话说得容易 听起来好像是听得懂 出了门就忘掉了 但是你也想得 真正的利益是这次 金刚经大家念得很熟 佛说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我们有没有听懂 如果真听懂了 你就成佛了 为什么呢 你的用心跟祝佛相同 你对一切人事物 还会起心动力 金刚经你没听懂 三心不可得 你用什么心出事在人间 这是讲能得的心 没有 能控制的心 没有 你所想控制的 所想得到的 这是外面的认识物 这是属于境界 佛说了 所有一切境界 都是因缘生法 凡是因缘生法 都没有自信 当体借空了不可得 所以外面一切 人事物都不可得 金刚经在末后 做了个总结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亦如电 印作如实观 你这样看法就对了 就没错了 这个看法 就是读佛如来的看法 佛知佛见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还有明立的心 还有人我心 还有一念 控制人事物的念头 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 我们就被污染了 完全放下 六根千尽 一尘不染 然后 金念相及 念念都是清净心 清净心里头 不夹杂 丝毫污染 叫做净念 相及是不间断 这样的心求生净土 那是必定的 我们在这里说 这真是功夫 看要是谁 我们在这里说 不是不离 不离 这也不离 为人家 那就 那收到 词 恶